名詞上一個界定 在若干年前有一位學姐 她說CNN植物叫景天酸代謝植物 我們在看到這個固碳的時候 你會發現C3植物直接固定成PGA磷酸甘藥酸 C4植物會固定成草西乙酸跟蘋果酸 那 景天酸呢 景天酸代謝植物 你沒有跟我講景天酸在哪裡出現 好 我現在跟她補充 各位 她會錯意了 可能我沒有講清楚 沒有景天酸這種酸 不是 那這個話要怎麼唸 要這樣唸 景天是個科 叫景天科 植物有很多科 景天科 新生長科 鳳梨科 當時是在景天科植物研究 所以稱為景天 好 那後面的酸代謝要怎麼發音 酸代謝 景天科植物身上酸性物質的代謝 所以要唸成景天酸代謝才對 不是景天酸代謝 沒有景天酸這種酸性物質 景天酸代謝 他的英文叫CAM C就是景天科的那個字 A是acid 就是酸 N是metabolism 是代謝 所以英文是三個字 景天 還有酸 還有代謝 可是中文的意思是 acid 跟那個metabolism 是一起都叫酸代謝 這要回到當時的研究室 為什麼會發現CAM植物呢 早期甚至在古希臘跟古羅馬時代 就發現一件事情 人們會種蘆薈 蘆薈 蘆薈可以吃 也可以當 敷料來摸你的傷口 然後對家 或是原藝學家發現 八線的一件事 清晨起床時你去把蘆薈的葉子來吃 你會發現他的葉子是酸的 清晨時蘆薈的葉子是酸的 好到了中午呢 你再拔下來吃 不酸了 微帶甜味 到了傍晚再吃 便沒味道了 到了隔天早上再吃 又酸了 中午吃起來微甜 到下午又沒味道 好奇怪哦 他會產生酸性物質 而且具有日周期 好啦 這些景天科植物為什麼出現酸物質代謝的 周期性呢 就開始研究 所以解除了景天科植物 酸代謝有日律周期的現象 所以叫景天酸代謝 景天科的酸性物質的代謝 所以不要發音成景天酸 代謝植物 而是景天 酸性物質代謝 的植物 所以叫CAA植物 補充一下 所以在生活中遇得到 因為植物在清晨時吃起來很酸 因為他累積了很多的酸性的 Oxaloacate跟Mele 就是蘋果酸跟草細酸 偏酸